吉打日德拉一个甘榜的清真寺 每年摘节月都会烹煮椰奶粥和姜茶 每天免费发放给当地的居民 那停办两年以后再次开锅熬煮 居民迫不及待要吃上一口传统的美味 中间两天桃盐吃上一口伤 然后我们不开待 待会要再沾杯 味道异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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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起来的时候 这波盐的工具 我们继续烹剪则 味道浪摇出来了 好特别 过去两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甘榜福罗丁部清真寺被迫暂停派发 椰奶粥和姜茶 那今年在较为宽松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下 迎接开摘节 清真寺决定延续多年的传统 用虾米烹煮椰奶粥 还用传承了上百年的锅子熬煮姜茶 和居民共同欢庆开摘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